哈喽 大家好 声音能听得见吗 好的 屏幕和声音都OK就好 那我们就准时开始了 今天的内容也不是很多 主要呢就是跟大家讲一讲 现在这个个股的情况吧 因为最近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澳洲很多的公司就开始发半年报 那我也总结了一下我们之前的推荐 然后给大家来做一个回顾 那包括呢大家肯定如果有看新闻的话 也会看到这个礼拜开始呢 美国的各大公司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发年报了 那我们之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也会安排一节网课去做一个回顾 看看这次他们的财报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有大家预期的这样子的好或者坏吧 还是一样做个风险提示 就是今天所有的PPT内容 不涉及您的个人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的能力 那还是照例就看看疫情嘛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澳洲其实控制的还蛮好的 对吧 然后呢现在的全球全国的新增呢也就只有7例 然后总共的confirm的case呢也就只有6700多 那对比呢现在全世界有300多万的确诊人数 来看澳洲的控制 控制的能力真的是 可以说的是发达国家中数第一的吧 数一数二的 跟新西兰和澳洲可能都是比较不错的 那上一次我记得我做网课的时候 全球的确诊人数是190万 然后过了两个礼拜呢 它就变成了300万了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疫情的扩散速度还是很迅速的 特别是美国它现在已经超了100多万了 那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很关心 就是最近澳洲控制 澳洲有没有放松这个限制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不错嘛 那我也可以看一下 这是ABC News给出的一个疫情的最新的情况 这里也有一个程序 就是APP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能够实时的check 就是澳洲现在的疫情的情况 西澳里面说西澳的中小学 已经预计明天就可以返校上课了 那比维州要好吗 因为我们维多利亚州现在呢 还是要等到5月11号之后 才能够政府才会决定 是不是要放松一些限制 然后里面说到新州 现在也开始要放松部分的限制了 可以允许两个成年人 拜访其他任何人 包括我看到有说悉尼的邦迪海滩啊 还有几个海滩都慢慢的可以开放了 我觉得澳洲人还是挺理智的 就不像美国他们还会 就是有那个 有protest的对吧 他们还抗议就是说 应该让大家出来 就是去shopping啊 或者说是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出来工作啊等等 而不应该把他们就是 拘留就是关在家里等等的 但是澳洲人的话呢 明显就更理智一点 他们觉得现在疫情呢 还是要先控制疫情 然后再考虑到自己的自由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网站还是很全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之后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他每天都会更新 然后这里面也有提到 就其实我们之后 可能也会考虑到的问题 就是疫情呢 已经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了 就是像之前的话呢 可能从来没有尝试过 work from home 对吧 那现在的话呢 大家都在家办公 可能也会体会到一些 在家办公的一些便利性 就可能未来的工作制度啊 也会变得更加弹性一点 或者说一些软件啊 还有一些互联网啊 和社交媒体等等的 未来可能会被人们认识为 更加重要 而取缔一些现在已有的 一些产业或者情况 比方说像是现在 就是美国很火的那个zoom嘛 大家都用的很方便 包括澳洲的一些大学啊 都是用zoom去上课的 暂时就是这一些啊 然后里面有提到 就是阿迪达斯的销售 我一下涨得很严重的 它的股价肯定也不会很好看 等等的 OK 那我们回到PPT 就是最近我也有看到新闻嘛 就是Vaccinity又重新开了 那个Emporium 因为我就住在City 所以我很关注就是 附近的商店有没有开门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就很开心吧 就感觉啊 好像总好像出门的话呢 有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去啊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先例题这个公司 它呢是澳洲零售地产 最大的零售集团 零售地产之一 也就是第二大的公司 然后呢它旗下拥有62个购物中心 包括呢DFO的业务 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南半球最大的shopping center 像是Chaston啊 或是Borks Hill Center 我们华人比较常去的 Glyn Waverly的shopping center 包括这里面提到的Emporium 或者是City的Maya Bork Street Shopping Mall 还有South Wolf和Morabin的DFO等等的 都是属于Vicinity管理的 那个商业地产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最近的价格很低啊 基本上是蓝腰斩断 就只有一块四这样 那之前呢差不多有两块六 那我看到这新闻之后呢 我就觉得是不是说 它现在的股价已经触底了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新的投资机会 那出于这个目的呢 我就去Dig了一下它现在的情况 那我就去看了一下它的一些 金融上的数据 比方说PE ratio 对吧 大家都知道市盈率嘛 现在是不到15 也就是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像这种 零售的商业地产呢 它是带着很高的杠杆的 因为它不可能所有的就是地产 都是拿自己的现金去买嘛 所以说它会有很高的Leverage 所以说它的负债会比较高 那我们再往下看 它有一个Dividend嘛 也就是说它的股息派发呢 差不多有12% 这很高 对不对 如果说一年的股息派发呢 有12%的话 那相当于 那我们至少一年的回报率 就是12%对吧 当然这个呢 是忽略它价格的波动的 但是我也有看到 它旁边有个这个Payout Ratio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Payout Ratio是什么意思 这Payout Ratio就是说 它所有的就是盈利里面 它付多少给我们的股东 如果说呢 正常的公司的话呢 比方说我赚了一块钱 对吧 我把里面的30% 就是30 cents 对30 cents给我的股东 那我的Payout Ratio呢 就是30% 但是呢 很奇怪的是 Viginity这个公司 它的Payout Ratio是167% 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就是我赚了一块钱 为什么我能给我的股东 一块六毛七 这个是大家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个呢 我之前在网课中 也跟大家提到过 就是像是美国一些公司 因为在国家大幅的降息之后 导致了他们可以借到 很多的低利率的贷款 那这些贷款 他们被用来干什么呢 他们就可能会被用来去 回购自己的股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Viginity 它的回购股票的那个 回购股票是相当频繁的 对吧 每天都有 对吧 daily share buyback daily share buyback share buyback 就是每天他都会 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一点 买回来一点 对吧 而且呢 这个事情呢 是我稍微看了一下 过去的一些记录 它是从2017年开始呢 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就一直都在买自己的股票 一直在买个股票 自己的股票这样 所以这个是大家值得注意一下 它是不是像我之前的网课中说到的 它是在借低息贷款去回购自己的股票 然后造成自己股价上涨的一个假象 或者说呢 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回馈自己的股东 因为大家知道吧 就像Vacinity这种公司 它是一个商业地产公司 它澳洲就是这么大块地盘 对吧 它也不是那种像Afterpay啊 或者说是一些独角兽公司 这样子是一个high growth的 就是高增长的一个新型公司 那它呢 就是相较于这些公司来说呢 就更加成熟一点 那它往往的这些成熟的公司 它回馈股东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股息 还有就是share buyback 也就是股票回购的这两个方面 去回馈它的股东 因为它的股价可能就不会再涨了 那说完了这一点之后呢 我们也看一下它的现金周转 那现在呢是0.17 它是一个current ratio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 但是它代表着呢 这个公司它现在的现金周转能率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不太好的 对吧 因为current ratio 就是我在那个investopedia上面有个解释呢 就是说0.17的意思呢 就是说for every one dollar of current debt vicinity have only 17% 那就是说它只有17分才能够还这些贷款 就是说它现在呢 如果说它有一块钱的债务的话呢 它现在手上只有17分钱能够还这个债 所以说它的这个现金的周转能力呢 我可以看得出来是比较差的 而且是在同行业中呢 都属于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造成了就是我的担忧吧 我就觉得它最近的一些 它是不是能够还得上它这些债务呢 包括我在下面截了一张 就是穆迪给它的评级 那也是在4月3号更新的嘛 4月3号呢 穆迪把他自己对那个vacinity的看法呢 改成了一个负面的 就觉得它未来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但是它的那个评级呢 还是不错的 就是还是维持在A2嘛 A2的话大家知道 就是也就是第二档 因为只有A1和A2嘛 那说明穆迪 其实对这家公司 它的整体的看法是好的 但是在未来一年之内呢 它对这个VCX它的一个展望呢 可能没有说它的远期的债务状况这么好 那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它为什么把它的那个outlook 就是给它的展望变成复数了 那其中呢 就是有就是首先受到疫情的原因 导致的游客减少 那像查斯顿这种 就一般游客都会去的一些场所 就会导致大量的人流量的减低 包括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家都在家也不会出来消费 那就导致了政府可能会施压给房东 让他们呢去降低租金的收入 比方说给一些小的零售商 一些折扣啊 或者说推迟延期 会导致呢 我们的这个地产公司 它没有办法准时的收到现金 导致它的有可能导致它的那个现金流的破裂 那我也结了一张 就是啊 这啊 Vacinity最近的它的一个债务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债务到期日呢 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在明年 那今年的话呢 可能就还好 不是像2021年这样子 这么高的债务需要偿还 那其中呢 我也结了一下 它现在的总的一个资产和总的一个债务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就是它的总的资产现在有 一万六千多的million嘛 然后它的债务的话呢 差不多是它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样 但是看来它的就是一个现有资产 就是说短期的资产和短期的一个负债的情况呢 就是让我又有一些担忧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cash 手上的现金的话 只有35左右的一个million 但是它的债务的话却有930多 啊 这就很好奇了 一般说这种短期债务的话呢 都是三个月左右要到期的 啊 肯定是不到一年的这样子一个债务 那我就很好奇它之后会怎么样维持下去 毕竟现在它的现金流可能会出现一些disruption 那JP Morgan的分析师呢 也表示就是说啊 这家公司它未来的一个盈利能力呢 可能会下降25%到40% 那4月和5月按照他们的分析师来啊 做的一个预测的话呢 等于就是净收入为零 就Net Income就是基本上就是为零了 而且呢 他们预测从未来的一到两年来看 商业整体的商业地产的租金都会下调15% 那也就是说未来就是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都开始下降了 我们一般呢都认为租金的收入是最稳定的收入 像是很多商业地产发行的一些REIT的本质呢 就是因为稳定的长期的租金收益 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利润分红 但是这次的疫情呢 明显打破了我们之前的这种行业的常规 那在没有足够的现金以及未来现金流的情况下 Vicinity的表现会怎么样 还是比较枯舍利异的 当然它的情况肯定不会像Virgin这么差 就直接进入到了扩产清算的结果了 因为如果说Vicinity发现自己的现金流不够的话呢 它还是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 或者是增发股票的方式进行融资 因为它的信用评级还是比较高的 是2A嘛 2A的话呢就相当于说 它现在还是能够以很低的价格从市场上筹到钱 那最不济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折价出售自己手头的现有资产 然后换成现金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肯定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损失 那代价就比较大 但是整体来说 这家公司从目的平级公司 还有一些别的它的远期的情况来看 它不存在问题 那我唯一担忧的呢 就是它短期的现金流会出现问题 那我们未来就是可能会做好预期 它可能会有一些增发股票啊 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债务融资的行动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图表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从之前的2块5毛7 跌到了最低的时候呢 是90Cent 那现在已经反弹到1块3毛3 那双方1.48呢 有一块4毛8 有一个压力的区间 然后我们从MACD的一个指引来看的话呢 现在的买盘力量也是在逐渐衰减的 所以如果说大家对这些商业地产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把它加到自己的watch list里面 毕竟呢 它也是澳洲第二大的一个零售地产公司 那倒闭的可能性呢 比较小 那大家可以择机呢 去低位入一些 因为现在有很多分析师都在预期着 就是股市有第二次下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投资者应该也会选择去观望一下 那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们认为股市第二次下探的原因呢 基本上就是因为马上就是QE的财报出现了嘛 那他们这些公司发的财报 是不是有市场预期的这么好呢 或者说市场预期的这么坏呢 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 因为财报呢 在发布之前就像是薛定谔的猫一样 对吧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 那我们就等待这一切 全案落定之后再去做决断 那也就是跟大家一起再回顾一下 我们去年19年推荐 大家买了几个防御型板块 也是现在也是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之前推荐的几个板块 分别是医疗 基建 零售 还有黄金 现在都怎么样了 我是结了一下去年11月底 我做的一节网课 中间有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当时还不是介绍了全市防御型板块 而是说 如果我们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 鸡蛋肯定要分篮子放 那当时就分了几个篮子 其中也有包括防御型板块 那当时就有推荐给大家说 CSL是个不错的 那也写了一篇股评 当时我写股评 它的价格只有206块 那现在的价格 已经到了 对吧 317块了 就算是在疫情 回复 疫情的影响之下 它也没有下调自己的盈利预期 离它最高的 价位342的差距 也不是特别大 也就差了20多澳币吧 而且它的 走势还是比较稳健的 只有一天呢 是跌破了那个 只有一天 只有两天嘛 它是跌破了那个维加斯隧道 之后又立马就反弹了 说明它的买盘力量 其实很强 也是受养老金 很青睐的一个公司 因为医疗股 它本来就是有一个 抗风险的能力 然后包括就是 CSL它生产的一些产品的话呢 也是现在的疫情当中需要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NAN 也是我们同事Coco 它很推荐的一家公司 它是做防治交叉感染的 那它现在的股价呢 之前有跌到过4块多 然后现在也已经反弹到6块6了 就医疗股的反弹都比较强势一点 就基本上能够吻合大盘的反弹的幅度 但是呢像是除了医疗 像是一些金融的一些企业啊 还有一些材料板块啊 它们的反弹幅度 可能就没有像医疗和零售这么快了 我们之后也会提到 说到医疗股呢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家公司叫RizMed 然后R&D 然后我们的同事Jackie呢 也有给大家写了一封股评报告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问您的客户经理去要一下 那R&D呢 它的定价呢 是在中高端 然后在中国呢 有很大的市场 而且呢 它现在呢 也不局限于是做呼吸机了 它想要未来可能就是 从事一些线上的一些云端的 云端数据库这方面去靠 比方说它想要去建造一些 未来云端全球睡眠数据库 知道大家 比方说在这个区域 大家睡眠质量如何 然后去定点投放它的广告 然后去把这些数据库呢 卖给一些APP 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 睡眠治疗的一些 课程等等的 这些都是会 它未来发展的点 它已经不满足于就是 线下的销售 而是开始转为线上了 那给大家说个结论吧 就是说我们觉得RMD还是很有市场的 然后大家可以把它加到自选中 然后在疫情中呢 也是比较抗跌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下跌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然后立马就反弹上去了 之前跟大家也有介绍过 就是AAN这个公司 NCEL嘛 NCEL它的走势一直都比较缓和 缓步的上涨 但是呢 就是在我推荐它的时候可能已经比较晚了 当时我推荐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是29块钱了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赚到什么钱 就是在32块钱的时候 它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往下跌的 下挫的很严重嘛 一度跌到20块 相信应该不少客户都是割肉跑了 这个公司 但它现在呢 也就是回到它基本上一个 我们推荐时的位置 也就是29块钱 这家公司呢 之后大家可以dig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在未来 如果说大家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的话呢 那应该会家里面都会买一些手套放着 那说到 说完了医疗股嘛 我们再来看一下零售 零售呢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很推荐的就是COAT 然后我个人很喜欢的呢 是West Farmers也就是西农集团 那COS呢 大家都知道是澳洲最大的超市嘛 它之前呢 也是从西农集团分离出来的 因为它之前呢 就像我在广播里面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它之前也是West Farmers的一部分 然后占了差不多得有60%的体量 但是它的贡献的盈利率不够 所以说呢 West Farmers决定把它从自己 那个板块里面拆分出来 那COS在独立上市之后呢 表现是很好的 而且呢 在疫情之中啊 它居然还创出了新高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股价呢 之前在疫情之前呢 它的股价已经到了17块 然后在疫情发现 发生的那一刻就是说 3月23号股 每股熔断的时候呢 它是跌到了14块钱 之后呢 立马又反弹 然后创出了新高18块 只用了5天就回到之前的下跌的价格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从图形上看到 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收敛的形态 那很难说它之后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 还是说会突然的抱起一个暴鞭 就是说有个比较大的单跌的上涨 我觉得这可能已经回归它的正常值了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疫情之前呢 它的价值也是差不多就是在16块左右上下 所以说很难再说我们能够再抓到一波这样子大的涨幅 那如果说您是在那个3月23号的时候抄到底的话 那绝对是笑得很开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West Farmers 那West Farmers呢 西农集团也是澳洲最大的那个集团公司 那它旗下呢 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品牌 比方说是Target或者是Kmart 还有Bonnets和Office Work都是它旗下的 那最近呢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Target和Kmart的店内销售额呢都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呢又由于大家都在家办公 所以说Bonnets和Office Work的销售额却是增长的 而且呢就是我们之前股评也有提到过的 就是West Farmers它新并购了一个Cash.com的线上交易的 线上的商城 那它的交易量呢也会有 也已经有了一个很强劲的上涨 所以总体来看呢 虽然West Farmers有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这些负面影响呢 都是被它自己的公司构成 把它给抹掉了 就是此消彼涨嘛 这边虽然有点亏 但是那边呢还是赚的 而且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West Farmers它旗下呢 不光是有零售 它还有一些别的 像是西奥的一些天然气的集团呢 还有那个氢化物的提炼商啊 等等的 都是在它的一个集团公司之下的 那氢化物呢 其实就是大家在演练黄金的时候 需要加的一些化学产品 去帮助这个黄金去提传 比方说像是Persmint 就是澳洲最大的一个黄金的生产商 可能就是需要跟West Farmers 旗下的那个氢化物的公司去进货 然后我看到今天有新闻说 西农集团呢 为了确保自己的现金流的充足 还扩大了自己的贷款 贷款债务融资额度 不过呢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它未来或者 未来或者说 未来将要进行的一些融资的成本呢 是远低于现在 它的总债务成本的 也是就是说未来它如果就算去借贷融资的话呢 利率也是要比之前要低的 就等于说 West Farmers它这个公司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买了它 虽然说你看起来你只买了一个股票 对吧 但是你其实像是买了一个资产组合一样 它里面什么都有 就很很全 那当时有说到资产配置里面 肯定也少不了金融板块嘛 那就是银行和AMP的 这两个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当时 但是最近呢 Nav和AMP的表现都比较惨淡 大家知道就是银行在周一呢 公布了2020年的半年报告 里面说Nav的收入呢下降了2.7% 然后税后净利润呢也下降了51.3% 现金收入呢更是下降了24.6% 股息呢也下降了0.3澳元美股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之前几次的股息的截图 它是一年发两次嘛 差不多都是差不多一块钱 美股发一块钱这样 然后直到19年的时候呢 因为受到皇家委员会的调查 导致了股价的下跌 然后盈利能力的下降 因为要应对这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 然后他就减了一下自己的股息 然后在今年的话呢 更是直接砍到了30cents 那其实说来呢 是为了是增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但其实就是因为现金流的短缺 而发不出这么多股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在同天呢也公布了一个公告 说要自己要增发募资35亿的澳元 但是好消息呢 就是他要不是要募资35亿澳元吗 今天他就已经完成了30亿的机构融资 那剩下的5亿呢 就会在之后慢慢等现有的一些客户 现有的一些股东去完成他的增发 因为大家知道 一旦这个公司增发的话 那股东的权益就会被稀释对吧 那如果说股东不愿意自己的权益被稀释的话 他就不得不去参加到这个增发 也就是迫使你一定要花这个钱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 当然啊往往这个时候呢 他给你的一个价格都是比较好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他的发行价格呢 就是增发的发行价格是14块15亿澳元 差不多是对吧 差不多是有一个8.5%的折扣 就没有像15块 没有像那个在停牌之前15块多这个价格 我觉得银行最近的盈利能力呢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呢 肯定是不会太好的 而且复苏的时间也可能会比我们想的要长一点 因为随着那个租金和地产热度的下降 银行至少要花上个一两年去恢复到之前的盈利状态 可能甚至都不 甚至都不止是一两年 说完银行我们再来看看AMP 这是AMP最近的股价 那AMP呢 也是澳洲最出名的财富管理公司 那之前在18年第一季度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他的价值是多少 他的价值呢 是145亿澳元 那现在的市值呢 现在市值直接就少了一个 少了100亿啊 只有了45亿澳元了 那在上周AMP披露的报告中呢 也显示AMP Capital所管理的资产总量呢 最比过去呢 下降了是5.56% 而他的Wealth Management的管理资产呢 总体下降了15.65% 那动荡的金融市场呢 更是使得AMP所管理的养老金损失产重 所以大部分很多的资金呢 都开始从AMP撤资 那如果说管理资金的下降呢 就肯定会导致AMP的自己的盈利能力下降 那一些养老金现在更愿意自己拿着现金 而不是交给AMP去管理 那我也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从图像上的表现 也可以看得很明显 就AMP已经被大部分的投资人和养老金 还有一些机构给抛弃了 他现在的股 他之前的股价呢 一度是跌破 跌到了一块左右 现在呢 虽然说有一个低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下面的低点是在不断地上涨的 然后上面的高点也是不断上涨的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但是呢 从MACD来看 他的买方的力量其实是在下降的 而MACD呢 也是两条线正在相交 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死差 如果出现死差了之后呢 那他的股价很有可能又开始回调了 所以AMP这家公司现在并不是局势很明朗 而且未来的投资人会不会继续撤资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也有好的一点呢 就是AMP现在的银行业务呢 是实现了一个正的增长 不管是贷款的数额 还是说存款的金额都已经高于了预期 但是他的毕竟他的主营业务是财富管理嘛 所以最主要的呢 还是能够拉得到资金 然后能够去实现帮客户盈利的这样一个目的才行 我个人觉得AMP这个公司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虽然说他的价格真的很低了 但是他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恢复过来呢 这也是很值得疑问的 那在11月21号的时候呢 也跟大家说了一下科技股 我比较喜欢的美国的两个公司呢 一个是微软 还有一个呢就是沃尔玛 那我们一个一个说 当时微软呢 我推荐的时候 写股评报告的时候呢 是138块钱 当时给的目标价其实就156 但是没想到隔了一个多月啊 微软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150 所以就又开始上调他的盈利预期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微软的股价呢 也是有174左右的 当时提到的微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呢 除了说他在软件上有无法撼动的龙头地位之外呢 还有他自己就是开发的一个云数据的处理系统嘛 处理软件叫Microsoft Azure 大家如果是有IT背景啊 或者是电脑背景的话呢 应该就对这个名词很熟悉 因为现在到处像是世界500强公司里面的70% 都是在使用这个云端的搭载技术的 他能够帮助公司更快的去分析他们想要的结果 比方说像是波音公司啊等等的 就一直在用Microsoft Azure 而且就是在美国前段时间 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 应该也能看得到 就是美国的一些国防部啊 也跟微软签订了协议 准备用他们的这个Azure去处理 他们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数据 所以说就是很很就是他的那个保密度很高 而且呢反应很快 而且处理的运行的速度是很强的 基本上呢当时两个竞价商 一个就是Microsoft Azure 还有一个呢就是Amazon的AWS 最后这个单呢是给Azure拿下来的 那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军方看来呢 微软是更胜了亚马逊一筹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微软它现在 它的主要的竞争优势呢 也就体现出来了 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沃尔玛 沃尔玛呢虽然说它是一家超市啊 跟Cost差不多对吧 大家可以可能就是为它是一家零售公司 但是呢我是觉得呢它其实是一个 披着零售外衣的一家科技公司 我当时也有写了一篇股评报告 跟大家介绍过就是 就是沃尔玛它是怎么样去 严苛的管理自己的一个供应链系统 它是在它在美国呢 有两千有六千多辆运输的卡车 而且呢每一辆都安装了那个卫星定位系统 它能够随时的check到我的哪一件东西 现在到哪里就是管理到了 精确到毫秒这样子的一个管控 而且呢它自己还发射了一个卫星 去专门去进行自己这个供应链的管理 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家公司 用的是最高端的科技去管理着自己的零售业务 那当时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为什么沃尔玛我觉得是缝育性板块的翘楚 当时也就结了一个08年的图 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半年左右的时间 沃尔玛的价格呢都没有大跌 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非常的抗跌 在这次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在疫情之后 它的价格反而是冲上了新高 到了132块钱 当然现在有一个回落的趋势 并不建议大家在现在的时候去买入 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家公司 如果说未来发生二次的股票探底的话呢 股市探底的话呢 可能就会给沃尔玛带来一个更加好的机会 让大家去买入 我这边呢也截取了一张图 是这个礼拜 美国公司要公布台报的一些 一些商标的名称嘛 我们比较关注的呢 应该是今天晚上有3M 还有一个Google 还有就是星巴克 对吧 然后明天的话呢 有波音和特斯拉 相信大家都很关注 包括Spotify 就是我们常用的音乐软件 还有Ebay等等的 相信这些大家都是很关注的一些公司 那他们的这些公司市值比较高 那也就会很轻易的影响大盘的走势 如果说当天公布的数据呢 都比预期的要好的话呢 那我们的大盘可能也就是跟着它 被它拉长起来了吧 那如果说像是Microsoft 或者说是Amazon它公布的财报 不及预期的话 那可能大盘都会被它拖累着下跌 对吧 而且美国那边的数据也会影响澳洲嘛 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 基本上就是照着美国走的 再说说基础建设 这两家公司 我之前是比较看好的 但是现在的表现呢 也是不太好 像是Transurban的话呢 TCL 它其实呢 就是一家高速公路的收费公司 然后Landleaf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地产公司吧 它是一个基础设施的集团公司 就是帮助客户去开发设计建造 建造这个商业地产 那它的业务也就比较分散 在澳大利亚 美国啊 欧洲 新加坡啊 等等都是有业务的 那它受到的影响呢 其实现在也是挺大的 因为不光是澳洲在停工 对吧 像是别的几家国家 我看到它的米兰啊 吉隆坡 新加坡 纽约 波士顿的业务 都已经被政府强制停工了 也是比较喘 没有起到我们之前预期的一个抗风险的作用 那我们先来看看TCL吧 那因为大家知道TCL是一家靠高速公路收费的公司 对吧 那现在呢 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 没有办法出门啊 所以导致它那个平均日交通量的下降 它就没办法出这么多钱了 对不对 那股票 那股价呢 也就体现的很明显 下降的挺多的 那在4月5号的时候呢 它公布的一个数据上 我们可以看到 是悉尼的话呢 它的一个日交通量下降了40% 那墨尔本呢 是下降了53% 富里斯班下降了38% 那平均下来呢 是下降了47% 里面有个南美的数据 下降的是更严重 下降了接近是70%了 那所以其实这个 其实照理来说呢 它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从信用评级上来看呢 我也结了一下 它自己公布的几家 信用评级公司 对它的评级 基本上都已经降到BBB了 或者是BAAE 反正就是不是这么好看的 一个评级吧 就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一个感触 我结了一下目的 它的评级的方式 其实也就是离那个 investment grade 就是可投资的范围 也是倒数第三了 就不是很好的一个 如果说是班里的学生的话 那它肯定是插身对吧 也就是说它这个评级的话呢 如果让它现在 如果出现资金链短缺 让它再去市场去借钱的话 那大家肯定就会 以看插身的眼光看着它 说你得多给我一点回报 因为你现在变得风险很高 那它也没有办法去 在市场中借到更多的钱 但是呢 TCL它也有自己别的办法 它说它要涨价 那它最近也是被很多的 那个评论家骂得很惨 它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好不容易 就是人家卡车司机 好不容易出来跑一单 你还要给人家涨价 你是不是不要脸 对不对 当然这是他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说TCL这家公司呢 现在的情况也是比较 比较不是很确定 当然了 如果说澳洲现在的 疫情已经好转了 那它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对吧 因为现金流是 立竿见影的 就进来了 那另外我们说一下 这个LLC嘛 Land Lease Group 也算是地产行业 地产建筑商里面 一个龙头了 那LLC呢 今天是暂停交易了 并且准备呢 是融资11.5个亿的澳元 其中呢 机构成销9.5亿 那个人投资者呢 是占2亿 那融资的一个股价呢 大概是9块8 是有了8.2%的折价 跟Nab呢 其实折价是差不多的 现在的公司的股价 我们可以看到 从高点来看的话 已经接近对折了 而且在ASX200 大幅上涨 大幅反弹的同时 它也没有大涨 这个主要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 它现在大部分的工程 都是处于一个停工的状态 因为工程嘛 大家如果是有造过房子啊 或者是去接触过工程 都知道 它这个工程的款项 是一部一批的 对吧 那如果说我要建房子的话呢 我要先把它的地基建好 我才能拿到钱 然后接下来一步呢 我要建股价 然后我才能拿到钱 对吧 然后在最后呢 我要天砖加瓦 或者是 framing的时候 我再拿一部分钱 对吧 那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呢 全世界的疫情导致的 其实LLC现在是 没有什么现金流 再往公司里进的 因为它停工了嘛 它也没有办法说 我stage one 我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 我从你这拿点钱 对吧 也没有办法 那主要呢 还是要看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它的反弹呢 应该我的预期 它应该是会反弹的比较快的 因为它接手的这些项目呢 是跟政府挂钩的 还有一些大型的集团 像是Google啊 之类的挂钩的 这些公司呢 它都比较稳定一点 不会说我这个项目 说取消就取消了 大家知道就是 墨尔本的那个 Metro的一些 造隧道的项目啊 都是由Land List的去负责的 所以它的那个 它的项目能力是很强的 那现在的股价的低估呢 我认为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吧 它还是一个比较值得投资的公司 那大家可以去把它 加到咨询里面去 然后再多做一些了解 再做决定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金矿股 还有黄金 那我之前一直都很喜欢NST嘛 就是Northern Star 我觉得NST呢 在所有金矿股当中 它的表现还是比较强势的 那当然了 今天也公布了一个季度报告 说它自己三月的产出量 下降了10%到15% 但是我看它的股价 并没有大跌了 但是这个呢的确是会造成它的一个单位成本的上升 其实NST呢 它的开采成本 在这几个公司当中呢 并不是最低的 但是它特别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因为它的股价波动比较大 它涨得比较困 就是从我的观察来看 而且它呢 也能比较好的一个 match一个黄金的走势吧 我们来看一下 黄金 那上一节网课呢 也跟大家说 就是黄金在唱出新高之后呢 就不意再去追多了 而且呢 会调整一段时间 那我们现在也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红线呢 差不多就是我做网课的那个时候 那黄金的确是在 我们做 我们网课之后呢 它也有了一次大喜大落的起伏吧 现在的价格 差不多是在1700左右徘徊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是 这个MACD呢 它是有一个死差出现了 而且呢 它的买盘力量也是在逐渐衰减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依然不建议大家去进场做多 而是可以谨慎的做空这样子 当然这是短期的 那中长期来看呢 黄金依然是要上涨的 因为这理由也说了很多遍嘛 像是美国不停的在印钞啊 全世界的QE啊 都会导致我们的货币本币的贬值 对吧 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 它就是说 这个货币呢 怎么看它有没有贬值呢 就是看这个房价有没有涨 他说他的理论是呢 这个房子它的建造成本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房价一直在涨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货币在贬值 我们手里的货 我们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所以导致嘛 这个房子需要的 需要的本币呢 就越来越高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论 我给大家就是开拓一下思维 它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呢就会有这个通货膨胀的出现 会推高这个黄金的价格 那最后呢 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去年 12月12日给大家出的一个投资计划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黄金 本来说呢年底看至1600的吧 没想到现在已经1700了 说不定真的到年底呢 180019002000都有可能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到奥牛了 之前在网课中呢 也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奥牛啊 它1.03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可以买对吧 后来呢就被打脸 它就跌到了1.1 然后跌到1.1的时候呢 我在网课里跟大家说 有可能会跌破1对吧 结果是跌到了0.9几 然后那个时候呢 在网课中我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价格呢就是跟石油一样 它不会持续很久的 当然现在石油的话呢 它也是持续了 对吧 也是持续了有一个半个月左右的一个低位啊 但是我当时的逻辑呢 是因为澳洲的经济一直会比新西兰的要体量更大 然后呢经济呢也会比新西兰要更好 所以说呢它不应该维持在1.1 就像是当时澳币和美元不应该维持在1.1是一样的 就是这么个逻辑 那它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反弹也是很强劲的 直接就是从当时的对吧 0.9几 然后一下窜到现在的1.07 也很接近当时Jacky给的一个目标价位1.08了 而且看MACD的它的这个走势 它可能呢还没有衰竭 可能还会往上蹿一蹿 但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不建议大家再去进多单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风险就不较大 对吧 那如果说您是已经有多单的话呢 可以平仓 平一点 然后呢留一点点 看一下会不会它未来还会冲一冲 对吧 当然其实现在这个价格 我觉得如果大家是从1比1买进去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是赚得捧满钵满了 如果它现在价格的上涨是7%嘛 如果大家是带了20倍的杠杆的话呢 就是7再乘20也有140倍的回报了 那说完了澳纽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欧美 欧元的当时价格是1.06 然后当时麦克给出的一个目标价位呢 是1.13 那的确呢 欧元之后呢 也到过1.15的高位 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但是现在呢 因为美元的强势 欧元呢也开始慢慢的回落下来了 也是走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走势 那之后呢 大家可以等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会慢慢的缩小它的这个窄幅 然后会突然出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单边的 一个行情 有可能呢是上涨 也有可能是下跌 对吧 那大家可以在这种行情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呢 可以去做一个挂单 就是buy stop或者是sell stop 对吧 就是突破做空或者是突破做多 这样都是可以的 那最后说一下A50 A50的话呢 是我们都很看好的 因为从逻辑上来说 也觉得没错是吧 就是中国的疫情啊 也已经得到控制了 那现在基础建设也在大力的去推进 然后马上呢 五月份应该是有两会的 两会的话呢 应该会出台一些比较刺 就是可以刺激经济的一些政策 但是呢 就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对吧 那在全球股市下跌的情况下呢 A50也没有能够倖免 那它也是下跌了 我这是一张A50的一个周线 它现在呢 可以从技术上来看呢 它的卖方 卖盘的力量啊 已经是逐步的衰退了 然后有一个 可以预期的一个经差的出现 那当然啊 这个是周线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周线的话 它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等到它这个经差 真正出现的可能是在这个礼拜 也有可能是在下个礼拜 就看它这根周线收的怎么样了 那如果说呢 它是出现了一个经差的话呢 那上方呢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 也就是在13725的这个位置 它有可能打到那儿 然后呢 再回落一下 然后再往上冲 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啊 大家也要时刻的关注 国内的动态 现在呢 大部分国内的投资者 对股市呢 还是一个很看好的一个情绪 很多资金呢 也在往里流 所以 A50的话呢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投资机会了 那这也是我们这个礼拜出的几篇股评报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比较火的BRG 也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热水器 不是热水器 就是那个水壶 就是他们家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个人一直很推崇的一个webjet 就是一个线上旅行公司 还有个呢 就是麦格里集团 一个投行 它的主要的业务呢 之前也跟大家分析过 它是集中在一个基础建设上的 所以像悉尼经厂啊 还有一些纽约的 美国的一个机场啊 等等的都是属于它的项目之内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还是一样去找自己的客户经理要一下 或者是小助手 那今天的网课内容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如果想要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打在评论区 哎呦 有客户问到WTC哦 其实WiseTag 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介绍的 可是我没有时间 那正好 大家问到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WiseTag 因为WiseTag是一个做物流的一个公司 所以说 所以说它不应该股价在 在这么低股中了 就是一直有说 之前WiseTag有被那个J Capital黑过嘛 说它什么财务造假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呢 WiseTag这家公司呢 它的财务状况是还不错的 它的现金呢 也是比较充足的 像是它自己写的这样子 我之前有稍微看过一些 对 然后它是一家 比较偏科技型的一个物流公司嘛 然后就像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沃尔玛 它其实就是靠自己的供应链啊 其实也就是物流了 去削减自己的成本 那其实WiseTag这家公司呢 也是能够帮助各家 各大公司能够削减成本的一个 一个服务吧 而且它这个服务呢 也是需要更新的 对吧 它的股价现在是被低估的 它之前的股价有倒过38块 我记得 但是在被J Capital黑过之后呢 它的股价就一直没起来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物流这一块 有信心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Santos啊 就是STO对吧 Santos 石油公司 我现在都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买了 因为主要还是要看它的一个 现金流的情况 但是它自己的每家公司都会说 自己现金流很好 那你要给 你要自己去研究一下 它的现金流是不是真的有它说的这么好 就行了 而且这个石油的下跌会持续相当的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虽然说呢 5月出现了就是石油 石油期货价格出现复数的情况 但是6月呢并不是说就一定能避免的 现在很多的投行呢 都是在延期 就是把自己6月份的一个转期呢 平掉 6月份的一个期货石油给它平掉 然后呢去买了7月份的期货石油 所以说导致呢 6月份的这个期货石油 它的买方并不是很坚定啊 所以还是有可能出现 会出现复数这样的一个情况 Zin的话呢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公司 做政府官方级慈善彩票的电子零售商 娱乐性的购买体验 因为这个公司 它的平台我没有用过 这个Zin 如果说您自己用过他们家的服务 买过它这个慈善彩票的话 如果你对它有信心 你可以去买一点 对吧 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在家也没事干 可能也会去线上参与这种国财啊 之类的活动 FPSPM FPSPM 也是一家黄金股 那它最近的走势 其实也挺强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底部反弹的一个 可以看到是一个V字反弹了 森巴巴 对吧 但是它上面是有一个阻力的 如果它能够冲破维加斯隧道 那就好了 那当然了 如果说黄金在网上冲一冲的话呢 它很有可能呢 就能够冲破这个隧道 然后站稳的话呢 它就会开启一波上涨 但是我看MACD 它现在的这个反应不是很好 它可能买方要衰竭咯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其实今天给大家说的很多股票 就是它的MACD的看法呢 显示出来的呢 都是它有一个死差 那会不会就是跟那些分析师说的 二次探底呢 就会马上要到来的呢 我现在看到很多分析师 还有一些投行网上的发布的言论呢 都是说 现在股市上涨已经见顶啊 然后可能会有第二波下探 那我也在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 有这种可能性 那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 的确是这一波上涨回调的幅度是很大的 那如果再有一个下探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Fly Center的话 我不是很了解 就像我其实自己在股评里面写到的 就是Fly Center呢 它的那个 我找一下 Fly Center它现在的适应率是 是比Webjet要低的 但是在未来发展前景上 特别是 特别是它的那个B2B业务 也就是公司对公司的一个 Wholesale的业务上呢 我觉得是Webjet更好一点的 因为Webjet呢 就是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内呢 就已经发展到了行业内的第二了 那我这里也说到不是说Fly Center不值得买 只是我没有好好的看过这个公司 因为它已经关闭了一百多家门店了 对吧 那未来的话呢 如果说它要重新的take off的话 就是它要大的上涨的话 那它是不是要重新再去开这一百多家公司呢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 MQG和CGC啊 CGC的话呢 就是一家农业公司 然后我对农业呢 不是很熟悉 很多分析师的报告呢 都有指出说 未来有可能有农业 就是食品短圈 但是这个现在是谣传呢 还是真事呢 我们都不得而知 因为没有办法公开嘛 那但是如果说呢 你想要了解这一块的话呢 你可以上期货交易网站去看一下 最近一些食品的期货价格怎么样 有没有涨 像是大豆啊 玉米啊 猪肉啊 等等 牛肉啊 等等这些日用品 就是我们日常要吃的一些 一些产品 农业产品的期货价格 如果这些价格在涨的话 那说明可能有点不对劲了 那你可以买一点CDC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农产品的制造商 然后呢 Corey Bank的话呢 就像我说的 它就是一个投行 然后呢 它这个投行的做法呢 就比较稳健 它不是那种高盛啊 那种投资期货的比例比较高的一些公司 它是一个专门去投基础建设设设 而发达的一个比较稳健的公司 所以说呢 它在08年的时候呢 成功的撑了下来 那这一次疫情呢 虽然说它有大跌 但是呢 也不会导致它自己出现资金链断裂啊 或者说现金流有问题之类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一个走稳健路线的一个公司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之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留言 好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